Om Guru Lenshan Siddhi Ho 我们在谈这个升天以升西 因为在西方的宗教 他们只知道天而已 其他的境界他们不明白 当然也有少数深入宗教研究他们清楚 但事实上是不明白的比较多一点 不明白的比较多 那我们谈到这个佛教的这个五圣里面 这个人圣就是守五界 天圣就是行十善 那么罗汉圣就是致敬其义 致敬其义了生死 菩萨圣再加上花菩提心六度万行 最高的到了佛圣 就是结形通通都圆满 智慧无漏 他的智慧一点缺都没有 这就是成佛 就是一个节目 就是一个大节精先 大节精先 到了这样子的也就是佛圣的时候啊 就是完全一个严满的很严满的没有一点缺失的 就是属于佛圣 就是属于佛圣 那在佛教里面啊 你把这个清楚了 你遇到这个洋人问你的话 你就可以讲 讲给他听 佛教分成这五圣 五至五个境界 他们才会清楚明白的 因为我发觉啊 佛法在西方 要度西方人 实在是很困难 因为他们的 可以讲他们的脑筋里面啊 只有天 只有天而已 其他的他们都没有 那他们本身呢 除了信神以外了 神的救度以外了 其他的很难啊 很难进入他的脑海里面 先入为主的观念 使他排斥所有的宗教 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其他的宗教的 只要有其他的宗教 他就认为这个是魔 他们没办法接受更深的一层的一种教化 所以他们的这个境界啊 只有到天 只有到天而已 所以佛法你要传播啊 到这个西方啊 真的是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很长很长的距离 所以现在目前佛教啊 他只能够从印度 到西藏 到泰国 到东南亚 到中国 到日本 到韩国 就是这个范围 其他的都是少部分 其他的就很少 那么这个是对西方来讲起来啊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因为他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本身发愿的世界 发愿的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 跟这个升天啊 又不同 根本是不一样的 升天只是行十善而已 那么升西呢 你必须要藏着你的艳厉 因为弥陀佛阿弥陀佛本身呢 他试验 你只要持他的名 你就可以往生他的净土 所以他本身呢 有这个艳厉啊 等于是有加持力啊 在这个整个 沙坡世界的众生的身上 藏着这个阿弥陀佛本身的加持力 你有这个艳望 持他的名 你就能够往生 这个是升西啊 不同的 跟其他的这个不一样的 那么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 你还可以再修行 那个时候你要致敬其意啊 你本身的这个 你能够发挥自己的佛性 在活菩萨的光明啊 这个照业之下 你能够摄取 真正的佛意 那么深口意清净 你可以很快的成就佛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法门啊 所以升西是比较 啊 容易 但是他比较 他其中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要义就是要一心不乱 要一心不乱 因为你有这个艳望 你还要一心不乱 你假如多心的话还不可以 啊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你一心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你一心啊 不乱 有这个艳的话 就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召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口节 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呢 他谈到 一知七日 你一心不乱 就可以往生 这个阿弥陀佛本身啊 大艳望 他本身的最大的这个艳历 所以啊 在这个佛教里面啊 这个信奉这个阿弥陀佛的 很多很多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艳历啊 是最大的 他本身的艳望啊 发出来的这个艳历是最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就弄清楚了 什么是升天 什么是升西 那么也 你也清楚了 佛教五圣 他的五圣的这个境界 要如何修持 才能够达到五圣的境界 你看我们在西方啊 我们看到这个西方人 他本身真的就是 升天的这个境界而已 他们平时 过他们平时的生活 这个礼拜天他上教堂 听听道理 听这个道理 那么唱唱这个圣诗 那么祷告 他们也做善事啦 布施啦 布施给教堂 把布施给社会 就是行实善 就是做这样子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而已 你说自尽其异 那个罗汉圣的自尽其异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自尽其异 身口意清净 他们不知道了 他们那个是应该的 他们讲说身口意呀 贪嗔之 是应该的 贪嗔之 只要 他们认为是应该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 制尽其异了 他们就得到天圣为止 所以今天佛法应该在西方能够倡导起来 这个是我们住在这个西方的这个责任 必须要能够讲得很清楚 让他们能够明白 或者他们也是误解我们 一看到我们这个tempo 他们就排斥了 一看到这个有形象的佛 他们就赶快拿一个石架 要拖到庙里来 这样子走一走 这没办法的 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他们这样子做 也觉得他们幼稚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化他们 这是我们本身的责任 今天讲到这里 On Mani Ben Mi Home